眼鏡都推到頭頂上了 上背巡台之前 柯文哲低頭讀資料表情凝重 就在女童歌喉案同一天 早上七點半北市敦化國小 一遭不明男子翻過圍牆喝酒鬧事 昨天警察即使趕到帶回派出所 但顯然北市校園安全有很大問題 這個人他住哪裡你知道嗎 他住新店 跑到我台北市來鬧 請問一下你如何追蹤 跨縣市最終嗎 我們成立專案小組 然後會有一個完整的報告 到時候出來我一定會上網公告 就是說我們的改進事項 你講的這些我們都把它列進去 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好好弄一弄 校園頻遭陌生人闖入 誓言指出101年開放校園之後 衍生出的安全問題逐年提高 光是國小從101年的14件 103年暴增兩倍到34件 這樣目前有六成學校校緊張保全人員 竟然只有兩個人 嚴重不足 但先前柯文哲卻 執意取消警察互同專案 我想我們還是在這個案 我們會重新檢討 因為當時我也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如果今天因為你的名氣高 導致我們的局勢所長 畏首畏尾 不管發揮他的專業建言 甚至發揮道德勇氣 來講一些實話的話 類似這樣的決策草率 跟政策殺人 恐怕還會再發生 不只校園安全 小朋友去公園玩 爸媽也會心驚驚 北市新營國小旁的小公園 竟然有男子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吸食毒品 在附近民眾也視若無毒 每次通報請員警來 員警一看 他當下沒有在吸 員警說沒有在吸 然後就走了 在我們信義區的公園到處亂傳 所以其實現在家長都人為人自為 市議員要客文哲檢討 校園違安問題 立委也喊修法 要求公共場所或國中小校園 隨機殺人者以及殺害12歲以下兒童 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要讓急刑有犯罪嚇阻作用 讓法律成為保障民眾安全的 最後一道防線 記者黃明君全有文 HQ台北採訪報導